自撞路宿火烧车 男子惨死驾驶座 自撞的小客车烧成一团火球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员赶到急忙扑灭火势 不过整辆车已烧得焦黑变形 这起火烧车意外发生在台中 昨天凌晨在洋酒公司任职的 28岁男子郭正敏 参加客户公司春酒后 开车行进台中风势路 车子失控线后撞上安全导汗路宿后 起火燃烧 怕逃生不及 火火被烧死在驾驶座上 烧开 烧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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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 要把它拖出来等一会就已经 白鸵的女婿谁拿回家了 走 走 男子母亲赶到现场目睹惨状 哭到几乎昏厥 伤心的妈妈不敢相信 天日不喝酒 乖巧的儿子竟这样一去不回 警方表示这起车祸 适应酒驾或是机械故障造成 人带进一步调查 动新闻台中报道 订阅 investor ación 感谢观看